好 回到第二節的白鬼的人了 剛剛已經在休息的時間 把那些秘技交了帳帳 知不知道我心裏有甚麼感覺 是怎樣 我感覺好像做了一筆生意 做了一筆生意 我覺得好像可以賺到一點 通經勝手過 我覺得好像做了一筆愉快的交易 真的非常開心 而且那個人還是免費送給我 多謝夏師傅 那個袋子多了一點錢 就是了 我覺得真的會舒服一點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夏師傅有些瑜伽班 你可以請問夏師傅 可以PM我 你有些甚麼奇難雜症 想試一下 靈氣療瑜加上瑜伽 都可以聯絡我 這些就是私底下討 然後就 沒錯 同經勝手 有這樣的方形 都挺厲害 都不未集塵 我想你的心裏都 我真的不敢做這個 相關見官就是這樣 是呀 我怕這個 死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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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了 昂貴某年 哈哈 今晚說我會 會糟糕 上半年少一點 你坐定迎接 我就是這樣解差不多 咦 指了一條腦出來 是啊 很危險 我們真的要找回 沒有辦法可以改變 我們還是找回 叫命生成這樣就是這樣 接手 我要找個助手 我可不可以排隊一下這樣 找個助手 要幫到我擺脫這個機會 不是 找個助手幫你打官司嗎 那不是啦 那你找律師比較穩陣 律師也是向法官求情認 不散 哈哈 浪屎會頭巾不換 是不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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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呢 不要說這些 哈哈 哈哈 我沒有心情在說其他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歡樂了 太歡樂 我們先收拾一下心情 是啊 哈哈 再甜一點的話 就不是鬼故事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是不是在後面加回鬼故事了 是啊 是啊 不行的 那不是那麼容易改的 你一上親來 他們不斷叫甜虎甜故 不是的 Youtube那邊的觀眾就會說 你說什麼的 是啊 可能遲些有hater 會不出奇 是啊 幸不得 哈哈 任紅才有hater 是啊 是啊 好 我們先收拾一下心情 因為請了卡上來 是分享鬼故事 雖然不像 哈哈 哈哈 今晚反而 開頭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 相對來說 比較熱辣辣的 因為是 我一個朋友 在幾個月之前發生的 哦 即是很新鮮 今年內 是啊 各位是不是真的沒有聽過我講近年的鬼故事 對啊 你每次都講十幾十年 是吧 要是我年輕人 要是史前年代 再不是就什麼 不過不要緊 大家都會等到的 放心 這樣 這個 新鮮滾熱辣 這個比較新鮮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在加拿大住了五六年 最近才回來香港 是 為什麼他回來香港呢 因為我朋友在三年多前的時候 因為他女朋友有了BB 所以他們就結婚 嗯 那就在加拿大那邊住了賊 但是 那邊住了賊 那邊不能來香港 基本上 因為來香港實在太花時間了 嗯 所以 他們結婚之後 就連了BB 在那邊帶肚子 在那邊生了BB出來 這樣 直至兩年多後的現在 即是對上幾個月之前 才回來 探親 這樣 噢 那他就 那個太太 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 就是我朋友 他已經沒有親人在香港 但是他太太就 有個 爸爸媽媽都是在香港的 簡單來說 那個BB的公公和婆婆 是 還在香港住 這樣就 回來 這樣就 那個公公婆婆呢 他們呢 就住在大坑 噢 大坑 就是 銅鑼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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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說那裡是我的鬼姑 是啊 你經常去大坑嗎 我每天都在那裡上班 是嗎 你在那裡 大坑有多少條街名 你說得出 他不記得街名 我不記得街名 我猜到他 書局街 從事街啊 是 都說得出的 是啊 大坑那些街名 是 這樣就 在大坑那裡 這樣就 住在一個舊樓 但是就 大的 非常之大的 他的樓樓 那麼 兩公婆 連同BB 隔離完之後 因為要隔離七天 噢 早幾個月 是啊 隔離完之後 這樣就 那個太太就說 當然不是那時候才說 就說 不如去我家裡住 嗯 那麼 那個朋友 那個時候 就 不太願意 覺得 好像 搞著 愛婦外母 噢 那麼 那老婆都很肯定她 她說 不如你 你先試一兩天 如果你覺得真的不 什麼 我們就預約酒店 真的住得不自在 這樣 那 因為那時候 她真的 在 webcam那裡 當然是見過外父外母 嗯 但是其實真人 是沒見過的 是 她拍拖之後 還沒回來香港 還沒回來香港的 即是直至有BB之後 都還沒回來香港的 從來沒見過 從來沒見過 樂父外母的 然後呢 就 怕相處不來 這樣 那你先試一下 如果你覺得真的不行的話 那就 住手店 那麼 去到 直接 去 那個家 即是去外交家 這樣 一打開門 咦 樂父樂母 個人都 挺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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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看一看 這間屋 又夠大 間隔 根本上 總之 很大的一間屋 只是 不管她父母 都自己 可能有千尺地方 給她活動 其實都 好過住酒店 嗯 所以 都OK 因為大家的生活 都沒有什麼交集 這樣 然後呢 她的 外父外母 剛才回來的時候 當然 開頭的時候 當然是 跟女兒 親密一點 聊聊 因為她的女兒 其實都已經 七八年 沒有見過 還沒回來香港 嗯 還沒回來香港 因為她兩個在加拿大那邊 雖然說 一直有聯絡 但是見面是另一回事 是啊 親身見面 但是 那時候 她的外父外母 她們會平時 她們有什麼活動 兩個都退休了 基本上 其實都很有錢 其實 但是她們平時 會去一個會所 那他們去會所做什麼 主要都是去吃飯 打牌 打桌球 他們日常沒有工作 就是 你沒有錢那些 就說去社區中心 沒有錢那些 就另外一個生活 對 這樣就是 初時 當然是 跟女兒 三餐跟女兒吃 跟女兒聊天 但是 兩三日之後 都各自生活 其實都 要聊的都聊了 晚上又看到 是 自由活動的時間 就是 兩個 她自己都要探朋友 對 她自己都要探朋友 兩個都要分別 要探朋友 這樣 那頭幾天 就在這間房子那裡 都沒有什麼怪事發生的 其實 但是 我朋友 有時候 他們 經過 客廳的時候 就 偶爾會見到 樂虎 單獨坐在客廳那裡 嗯 嗯 半夜三間 半夜三間 半夜三間有可能 日間也有可能 嗯 有時候 就會見到 外母 又是 獨自地坐在客廳 即是輪廓的 未試過 同時間見到輪廓 那 說真的 自己的人離下 就沒有理由主動打曉人 或者人家有他們的生活方式 那些習慣 或者這樣說 那 就是 問一問老婆 喂 就是 你有沒有見過 你 你爸媽 有這些 這樣的習慣 不知道 十幾年沒有見 是啊 十年應該有 我們答案 完全就是那個答案 又不是很確實 走之前不是這樣 是嗎 就是 沒見過 簡單來講 就 他說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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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沒見過 首先 他都 老婆 就 告訴我朋友 說 這樣 如果 下次我看到的話 我主動上去問問 他們 在這裏做什麽 我拍照給你看 為什麽 為什麽他們不拍照呢 就是 跟著 就是覺得可能拍照自己的爸爸媽媽怪 然後 有一天 那 那老婆 就帶了個小朋友出去 就和朋友吃飯 是 那樣就他自己一個人 那他自己一個人 那在一間屋附近那裏 那裏 就自己吃完飯之後 就回到那間屋那裏 那裏 就做一些PayPal Work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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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離開加拿大幾個星期 那裏 都有一些事情要做 琐碎的事情 那裏 那他又剛好沒有約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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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一個人 那 在那 聽到 聽到 開門聲 嗯 以為 以為 老婆回來 那 那 怎麽知道 經過一個廳 看一看 即是想出門口 接個老婆的時候 經過一個廳 那 見到外母 又是那些情形 一個人 坐在那裏 坐在那裏 那裏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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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聲開門 接個老婆 這機會來了 你媽媽坐在那裏 那 怎麽知道 他還沒走到門那裏 一打開門 外父外母開門回來 咦 明年進來的 外父外母 來 外外 看一看 那廳 那廳 沒有人 那 剛才見到那裏 是 是 那 那 那 見到 外父外母開門回來 唯有接 外父外母 寒圈幾句 啊 去完街回來啊 是 是 是 聲音都震了 這樣 去完街回來啊 去了哪裡啊 吃了些什麼啊 我先去房間工作啊 那裏 我幫他設計對白 那 回到那裏 那裏 隔了大半個小時 那 那 真的有人開門了 真的老婆和兒子回來 那 然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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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老婆說這件事 剛才見到你老婆在外面 老母 見到你老母坐在廳裡 但沒多久之後 同一時間你老婆和老母一起回來 然後老婆反而比較平靜 他說這房子這麼舊 我想就算有鬼也不奇怪 那是這樣的 那是這麼白的 但是有鬼也不奇怪 你媽媽或者爸爸也不奇怪 是啊 你說見到另一隻鬼坐在那裡 談了一段時間也沒什麼結論 唯有先放下 說真的晚上也沒有有人站在你床尾 那些老土的東西 穿牆過壁 又沒有這些事情發生 這樣就差不多了 即是一段時間之後 要差不多執行李走 基本上 走那天 這樣就傍晚機 那你傍晚起飛 那下午就當然是跟兩個老人家吃飯 那 那 跟兩個老人家吃完飯 那 還有五六個小時 那 想著 回去 先收拾一些東西 即是 還有一些東西 先收拾他們 那 兩個老人家就說 你們先回去吧 我們出去繞個圈 然後再回家 那 兩個 兩個 三個人 即是 兩大一世 回到家 直接回家 他們 一回來 看一看那個廳 是 這次就 一對 一對 而且 他跟他老婆都見到了 嗯 就 外父外母 都分別坐在廳 兩個地方 兩個地方 兩個不同的地方 不是一起坐 嗯 那 跟著 那老婆都 嚇一跳 那 看一看老公 那 再看一看兒子 那兒子又好像 不太見到什麼 咦 反而小孩都見不到 那兒子 兩三歲 都 對 那兒子 不會衝過去 婆婆公公 那些 你看他們坐在那裡 沒有 沒有 那兒子好像見不到 那 但是 兩個大人 反而見到 嗯 那 那又可以怎樣 那 當時 老婆就 答應老公 如果見到的話 就會去看看 哈哈哈哈 現在 又不夠膽了 哦 又不夠膽 那 結果是沒有 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來的 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來的 然後 兩個人 一路撿東西 一路撿著門 看看 是不是真的 其實 那一隊的 根本是 父母來的 如果父母會問他 應該打個招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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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沒有反應 是啊 那些坐在廳那裡 沒有反應 是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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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就還沒回來 果然過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那真正的外父外母才回來 然後那兩個就消失了 不,總之是隨便見一樣 嗯 即是她兩個真的回來 那兩個坐在那邊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那我朋友最多之前見到一個 即是隨便一個 即是不關日後夜晚的事 是日後外面很曼陽光也好 那她也是會不經意地被她見到 那果然一個多小時之後 外父抗禮地回來 但是又沒有什麼麻煩事發生 而當日他們也是需要乘飛機 趕飛機的了 所以就未能夠知道發生什麼事 是的 那麼就 不過這些都可能 即是好像七翁所說 可能都是一些祖先的 不清楚 但是外貌肯定就是 一模一樣 外父外母一模一樣 即是神奇一點 這些真的 是的 如果你說其他人 這樣都會正常一點 正當一點 即是 即是 邏輯合理一點 是不是 都是合理一點 那大家就不需要擔心 因為他們計劃了一年多之後 就會回來 即是再回來 再回來就未必有 相信都會再回來那間屋那裡住 還是什麼 還是會住酒店 我估計 以她兩個 翻書仔翻書妹來計 我覺得他們應該 夢想大廈都是這樣 我覺得他們應該 覺得好玩多個恐怖的 那到時呢 但是他們 今次是 不夠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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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就夠膽問 因為實在太多迷團 因為你 你平時的父母 你接觸到的 正正常常的 他們不會發神經的 再加上 喂 你那裡在廳那裡 那裡 那裡 開門 那你已經說不通了 所以 就 一定 就不是 那些 物理可以解釋到的事情 所以呢 就是 他這件事 都是 他回到加拿大 之後 我有事情 找他 談起 談開 那他才說回這件事給我聽 嗯 因為他直接說 喂 WhatsApp不打字了 我直接WhatsApp給你 有一件好事 醒你 直接說給你聽 是啊 直接說給你 我這麼喜歡講鬼故事 但是 他在 香港的時候 沒有找你講的 我見過他 但是他在香港的時候 你以為他只有我一個朋友嗎 嗯 那時候還沒有結局 那時候還沒有結局 他上了機 他上了機 我也不知道 嗯 啊 他回到我 之後他才告訴我 所以 他也沒有空 他也沒有空 跟我出去吃飯飲食 嘩 真的太多朋友了 即是看都看不到 那有小孩呢 啊 多朋友也沒用 但是這個奇怪 在是什麼呢 這個故事 是小孩看不到東西 是嗎 很有趣 通常都是小孩 看到大人看不到 他也是倒轉 應該會走過去 空廳那裡 耶耶媽媽媽 然後說公公婆婆 這樣 但是 倒轉了 對 那就 下回分解了 這件事 因為好戲在後頭 我想應該會 下年也要 下年也要 是啊 如果他再來的話 如果有機會下一年 大家又記得 我又這麼巧 即是他這麼巧 記得找我的話 應該會有個第二集 講一下 叫你去談 可能 你知不知道 我的心悍悍 叫你去談 不是啊 請你吃飯 斜樓最 還沒去到斜樓 下面那堆 哦 斜樓那裡 有個佛堂 我記得 不是佛堂 是有間廟 那是門口 是的 不是 還沒去到斜樓 是的 下面那裡 下面那裡也有個斜樓 他那裡 不知道 我總 下面那幾條 書局 敬街 那幾條 都是平地 是的 我估計 應該是覺得 大 其實因為沒有 講給我聽 這個 大概是告訴我 應該 好像你這樣 我說 經過佛堂 沒有 因為我忘記了佛堂 還是廟 是廟 其實是大廟 是尼姑甘 好像 不肯定 如果有朋友 我有幾個 不過不要緊 有朋友知道 說給我們聽 因為在下面 還沒上去 所以就下回分解 暫時去到這裡 他留條尾給我 我又留條尾給你們 好 是的 看看下回 那個小孩看不看到 我現在很期待那個小孩 一跑過去抱著就 變了煙 嘩 我怕我講完這件事出來 有人趕快撿了個劇本 出去拍的 真是 真厲害 今天要買花板拳銷 全色影像 現在 來不來得到一個 來吧 長還是短 小長 我想三個字左右 照說 肯定都來了 對 說回一件舊事 但我覺得是非常之 舊成怎樣 又是 二十年前 還用說 聲音未出世 說笑而已 這件事 那個時代性 不是一個大問題 經驗 是的 不是一個大問題 最主要是 神奇的 血脈的問題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不知道是不是 瘦咀咒的血脈 這一件事 我有一個舊的女性朋友 她的媽媽 因為那時候 大家玩得很熟 經常玩 一個星期見兩三次麵 有時候她的媽媽 也會煮飯給我們吃 她的媽媽也是 豪氣乾雲的女士 不是家庭主婦類的 那些 跟我們吃飯 那些啤酒都是大之裝 不用用杯 逐之喝的 都是很豪氣的女性 有一晚 她說了一件舊事給我聽 她說她小時候 因為 她的女兒跟我差不多年紀 她的女兒跟我差不多年紀 她的五十年代的人 她六十年代香港 那時候有很多裁縫店 是 就是幫人做衣服 沒有那麼多uniclo 現在的人是買完 就穿到它爛 然後又扔 然後又再買 那些又手手補補 對 所以裁縫是 去年代的時裝設計師 沒錯 當然是有些手藝高超的人 那時候很多裁縫店 有幫人做西裝 長衣服 旗袍 那時候 八母小時候 因為八母的媽媽 六十年代 香港也是一個 正在起飛的時間 那時候 經常要出外工作 那時候八母小時候 就托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 就是裁縫的太太 嗯 就照顧 就是她入口去工作的時候 就叫做照顧八母 那時候 那間裁縫店 裁縫和她太太 就生了對媽女 嗯 嗯 那對媽女 就和八母差不多年紀 三個人都很好朋友 雖然 但不是同一間學校 三個人讀三間不同的學校 咦?媽女竟然不是同一間嗎? 她那時候說 因為怕麻煩 怕誤會 所以特意分開他們兩間學校 竟然是這樣 是啊 那如果 都有的 我那時候中學 我也有個 同學 然後認識她之後 她也有個孖 孖山的妹 是讀第二間學校的 是不是故意的 應該是故意的 應該是故意的 很多人是故意的 我見過她的時候 一模一樣的 是兩個 應該是故意 因為兩個人讀同一間學校 很容易誤會的 是啊 有很多麻煩事會發生 是啊 有聽過就是 同一間學校就會懷疑她們出貓 那些東西都會 那些東西都會 濕碎 會惹這些問題 交換上課 叫了你做 然後轉頭問你 為什麼你沒有做 那類的 有很多誤會 有很多麻煩事 可能 強行避開這些東西 是的 然後 因為這樣 這個就 不太重要 其實 有一晚 八母的媽媽 因為不知道她做哪一行 就說 晚上要加班 製衣不出奇 電池不出奇 這些東西 是吧 那些東西 就是要加班 八母就說 不知道是不是打電話 還是什麼 就說 要在裁縫舖那裡 就留縮 裁縫舖也是 前舖後居 就是這樣 但是 也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第一次 在那裡過夜 所以 有很多事情 都已經準備好了 是 就是有小 日常又不是 那些 起碼有替換衣服 是 這樣 就已經準備好了 沒有問題 因為 他們關係都非常好 跟所有人都 到了半夜 在樓下 喝水的時候 水壺在樓下 應該是 那 大家知道 裁縫舖 通常都是 玻璃門 玻璃窗 那樣 那外面有些微弱的燈光 就打了進來 那 隔著後室 和裁縫舖的舖面 就只是一塊薄布 大家應該 如果看那些舊片 應該都聯想到了 即是一塊布 中間剪開了 很薄薄的 可以在外面喊 裡面聽到 甚至乎 如果有些光 好像現在這些 外面光 裡面黑的話 就簡直可以看到 舖面外面 像現在那些 餐廳 那些廚房 暖簾 那些暖簾 對 好像那些暖簾 那 這樣 這樣 她看出舖面 那裏 這個舖面 她看到其中一個母女 就 在這裡 沒有目的地走 走 頭來抖開 游穩? 她說 走的姿勢 拖著 拉著 拖著 拉著 走 我就想一陣子 外面有喪屍 沒錯了 伯母不知道什麼叫喪屍 否則 那時候也沒有喪屍出籠 應該是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還沒有 喪屍出籠七十年代尾 是的七十年代尾 伯母 呆了 當然害怕 但是他就告訴我 都很肯定是其中一個 外貌 天氣又冷 趕快放下東西 衝上去 衝上樓 睡覺也好 總之不要在那裏 但是都細心 上去看一看一張床 媽女兩個都在床上 咦 又沒有 這樣就沒理由快過我的 像剛才你說的那些 有些字 是的 那其實 那伯母那個其實 是不是有媽女 其實有沒有女的呢 不是啊 我說你對上那個故事 其實那個 沒有那麼猛 不會吧 原來那裏是兩批人 但是你要記住 兩對媽才行 剛才第一個故事 我已經覺得是媽的 但是聽到沒有理由兩對媽 我就沒有說 現在你這個是媽 問問我朋友 先問一下外父外母 是不是 大家兩個媽女 我們繼續回到六十年代 回到六十年代 先回到六十年代 上去看見媽女都坐在那裏 都睡在那裏 都睡在那裏 都在睡覺 這樣就沒辦法 你沒理由嚇醒人 在那裏樓下有東西 有過你啊 你自己在那裏睡 你可不可以妨礙人 那就不管了 到底年紀都是小 又累又冷 都睡回去 之後偶爾會記起 但是就 不算很放在心裡 一切如常生活 中學之後 開始可以照顧自己 已經很少去採訪店 可能一年去探訪她 過年去拜年 更加不會過夜 更加不會過夜 有意見一下 已經是大過女 沒多久之後 那對媽女出國讀書 那裁縫身體都開始差 基本上都想著不做 其實說真的 都會有些錢剩下 不是說很富貴 但都可以 就算不做事 都過得了 夠過世的 已經 那對媽女出國讀書之後 有一次她去探訪 小時候照顧那個阿姨 奶媽 奶媽 阿姨 還有裁鳳師傅 裁鳳師傅在樓上休息 還是那間店 雖然判不做了 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那阿姨就招呼她 說一下說一下 然後 言談間 說起 跟阿姨說 跟裁鳳太太說 其實我小時候 曾經見過一件這樣的事 半夜 看到一個跟媽女一模一樣的人 在下面 嗯 但是樓上 媽女又在睡覺 那阿姨 阿姨 不是 阿裁鳳太太 聽完之後 就 呆了一呆 嗯 那 但是 想了一會 就告訴她 她說其實 她有個女兒 媽女 不是雙胞胎來的 是三胞胎 嗯 嗯 那其中有一個 很小的時候 發育不良 就已經不在 腰折 那 但是呢 嗯 這一件事 就 我就希望你 就 不要將見到那個人 的事 就告訴阿裁鳳 嗯 嗯 我也不想你 說回這件事 給我兩個媽女 聽 因為那兩個媽女 可能是不知道 如果不是 即是很小的時候 已經不在那些 是的 所以那時候 就不知道 有件事 那 就是 阿伯母 都是一些 冰雪聰明的人 就是 覺得 其實阿裁鳳太太 是 有話想說 但是 就決定 不說 但是 不知道是什麼事 哦 即是她覺得她還有一個故事 應該 她是覺得是的 嗯 嗯 那麼呢 這一件事 因為到現在 裁鳳太太 和裁鳳先生 都應該過世了 過世了 他告訴我 那時候都已經過世了 是的 所以 就 這一件事 之後 怎樣的事情 就無從契效了 哦 六十年代的事 這件事 就去到這裡 但是其實 我想說的 就是 這個故事 反而不是 我今晚最想說的 我最想說的 就是 伯母 和我朋友 我女性朋友 哦 這兩個人 有什麼 精彩的事情 嗯 他說 因為 這些事情 是不能騙人的 他告訴我 就不會錯了 他說 只要 我 如果 有了的時候 有了裡面的女兒 這個女兒 一定是遺福子 哦 簡單來說 我朋友 是沒見過他父親的 是 而伯母 沒見過他父親的 聽說 伯母 告訴我 他婆親術 告訴他 他 他媽媽 生了他之後 他也是沒見過他父親的 一定 一陀女的時候 那個老公就死了 他們這個家族 哦 哦 我剛才聽了遺福子 我不是很明白 我想一下 耶穌 沒見過他父親 耶穌見過他父親 不是 就是想一下他沒有爸爸 什麼遺福子 我就清楚一點說 我那個女性朋友 在他媽媽的肚子裡 的時候 他爸爸 就急病病死了 嗯 嗯 那伯母呢 在他媽媽的肚子裡 的時候 因為他 他爸爸 即是 我的女性朋友 那個阿公 就是行船的 掉進去 嗯 嗯 那他婆婆親術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 他婆婆的媽媽 托著他的時候 他爸爸是打海盜的 又是被海盜打死了 嗯 一二三四代都是這樣 嘩 那他有沒有兒子 兒子有的 我的女性朋友 有一個哥哥的 哦 伯母呢 有兩個哥哥的 嗯 哦 一到女兒就出事 一到女兒就出事 之前再對上一代阿太公 阿太婆呢 有幾個兒子的 嗯 一生女兒 她老公就沒有了 哦 不生女兒的 那你 那你 哦 即是 鴕仔就沒事 是 如果鴕女的話 就最好大家有心理準備 是 那個老公就死了 嘩 不說得給她老公知道 死 我就是 你女性朋友不說得 我說 雖然我現在 我跟她已經失去聯絡了一段時間 是 那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很慶幸 當年我對她 就沒什麼意思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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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才是重點 原來 大家 都只是非常好的朋友 就沒有發生過什麼奇怪的事 就是 如果不是 一個不小心她幫我 抬著女兒呢 我相信 我也不可以在這裡 看到大家 哈哈 哈哈 是啊 哈哈 哈哈 為什麼生女 沒有問 應該是一個詛咒 因果葉報 太恐怖了 這件事 太恐怖了 一個沒有問題 兩個都當你巧合 幾代 四代 其實四代只是她知道 是啊 我現在 就 我現在 我就聯絡不了她 我不知道她見到分離 是啊 是啊 那如果是第五代 我覺得如果我是她的話 她心知肚明 這件事 她不會先說給老公 我覺得 究竟說不說給老公 聽呢 又好沒有懷孕好呢 究竟 說真的 沒有啊 懷孕 最慘就是 賭命啊 就是賭命啊 買重保險啊 懷孕的時候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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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啊 沒有病的 我想說四代 她現在知道 我不是說下來 我想說再對上 可能 我知道 大大大那些 可能她們沒有人 不知道哪一代開始 可能十幾代都不出奇 就是四代 你說一生 你說你一陀女 你的身體 就有些什麼問題 我都當是科學解釋到 是啊 但是你老公 現在就是你老公 就屎於非名 那就不知道怎麼解釋了 你四代 四代都是這樣 你四代都 哪一代不死老公 一代一代都死老公 但是 是不是一定要在那段時間兩年 你一代都死老公 全部都是駝女 駝仔沒事 駝女的時候又出事 駝仔 駝多少個兒子都沒事 一駝女 大家就是 辦定事了 就是 買重保險 哈哈 你不過意 你不過意 二分一中了 嘩 龍鳳胎怎麼辦呢 死一半 嘩 那我寧願生女 如果是這樣的話 嘩 嘩 嘩 這個女性 不是上次 那個奇遇的男性朋友 不關事 是另一個人 這個跟我同年 這個 這條什麼命 是啊 究竟那個因果在哪裏 沒有可以結婚 不要生小朋友 是啊 但是錯手 太危險了 是啊 他當我一穿過就是批凌 哈哈 你說得非常 所以我剛才才有這些話 幸好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這個年代更加大劑 死很多人 哈哈哈 因為那段時間沒有結婚 是啊 不要一定要結婚 是呀 駝女就可以了 是呀 賭命 只要女兒是你的就可以了 是呀 千刀萬你追怎樣都是你的 所以奇怪了非常奇怪的血緣 血脈 都不知道她受嘴咒還是偏過 等一下 你有沒有那個女朋友的照片 認著她不要認識她 哈哈 我轉到她頭上 不要啊 我轉到她頭上 不如你去找她出來 二十多年前 那個樣子跟現在的樣子相差多遠 那現在也應該是停了經 還未吧 四字吧 夠了 可能生了兩個女兒 現在可能是安全 是啊 生了兩個女兒 那兩個老公 哇 殺人這麼瘦 哈哈 殺人 哎 生了兩個女兒真是糟糕了 那條芝士又要塗了她 哇 哇 哇 是啊 有一半人去 哈哈 前總有一半人去 他還要有那兩個人 是遺傳會再來 好 故意不告訴另一個男人聽 怎麼知道二十年後遇到她的女兒 應該阿昇也會比較好 那看看能不能剩下叔叔的命給你 哈哈 可能阿昇遇到她的女兒 哈哈 哇 那我就要再追求年輕一點 我現在可以追求七歲那些 哈哈 哈哈 FBI找你 沒錯沒錯 一陣子有人包門 你說大聲一點 哈哈 FBI FBI 油省下來 一陣子 即是計算年份 現在七歲而已 我都要等11年之後 原來你 等了 阿卡原來用這個方法開甜蜜 哈哈 實在太危險了 這件事 令人充滿危機感 簡直 你怎麼知道誰是呀 對呀 你手上你怎麼知道誰是呀 對呀 現在還要拖兩個 不是 兩個是你可以扣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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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很奇怪 一個不覺意的 整隊女子籃球隊下來 你真是 通計都是 人類滅亡計劃 我想未至於 可能隔了那麼多代 應該那個因果就斷了了吧 我不打了 你叫他去貞子銀行拿貞子就可以了 那捐貞那個就是 那些死了 哈哈 你死了 是 貞子銀行還未死的 不是呀 捐貞銀行那些不是雪藏嗎 當然不是 新鮮的嗎 那如果要你做什麼 雪藏那個也會生的 那捐貞那個也會生的 那捐貞那個也會生的 不是呀 那個雪藏可以生很久的 上個世紀開始雪了嗎 不知道 就是第一代取貞那些 哈哈 你去了哪個方向呀 現在 差一個反指 嘩 玩到5點都可以呀 這個話題 心態 天亮都陪你聊 有陣子 有陣子會想起也很恐怖 很恐怖 大家只想一下 你不知道是誰 一個不個兒你泵漲了 哇 你兒子好好的 兒子最多拔你三個叫你爸爸 不知道在哪裡 你下火車 那時候誰都說的 不是 我跟他照過超聲波 混蛋 你笑一笑 不是呀 你有了整個刑 你已經可以死了 那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死 沒有說過是馬上死的 不是呀 一定在那個時候 在那十個月裡面死的 那裡也有十個月 對呀 沒有見過爸爸 不是呀 沒有見過爸爸 是呀 你可以在臨山之前死 是啊 那時候早產 不會呀 早產就是破咒 不是 他七星的 你七個月前就要死了 對呀 你七個月前就要死了 如果是七星的話 你去到什麼展開 現在 是不是那些爸爸排隊下去 做女兒呢 不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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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近超戰開 那個頭胎那個 趕不及呀 這個 生死寶都不知道怎麼寫 真的不是開玩笑 但其實很糟糕 我自己是我老爸 我老爸是我自己 哈哈 哈哈 為什麼你明日戰記 哈哈 真的明日戰記 真的明日戰記 有沒有緊 他的哥哥是沒有 不知道他的哥哥是怎樣 對呀 他的哥哥生女會不會有關係 他的哥哥 他和他的哥哥是 你應該見過他的哥哥嗎 因為沒見過 撈亂骨頭 那如果伯母也有兩個哥哥 是啊 意思是他的哥哥生女的女兒 會不會再有的 哥生女 哥生女應該沒有 哥生女應該沒有關係 他只是說女人那條血 是啊 你朋友和哥哥是撈亂骨頭的 撈亂骨頭 但是伯母和舅父有沒有撈亂骨頭 都撈亂的 都是很小時候離家出走 還有一邊 那個女兒 那個女兒永遠都和自己身邊的男人過不去的 又不是 他和男人關係都挺好的 那你當然要和男人關係好 你才可以撈亂骨頭 但是 我不知道怎樣去解釋你的說話 明日宜民有說過 又不說你錯 你要撈亂骨頭 你一定有 你才可以撈亂骨頭 是啊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如果那個哥哥是你哥哥 那你又不會和他什麼 所以就是 白武和舅父也會撈亂骨頭 你印象一下 沒有撈亂 嘩 他又沒有怎麼提過 我和他吃過幾頓飯 說真的 五分鐘 一隻手數了 他不會 別人不會說 告訴你 當年我和你 我和我哥哥 不會的 但是我起碼知道 他和 我朋友和他哥哥 是從小到大都不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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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死我亡 這個命格研究 真的要 我很想看看 那個樣子 不可以再研究下去 我告訴你 不是那些什麼美女 是一般人 一般人 一般人 一般人才會害怕 這個世界上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 沒有醜樣的女人 她又不是懶的女人 這樣就很危險 是啊 是啊 不要再研究下去 會研究到天朝 是啊 48分 不是 但是你這個議題 真的有段時間去談 不是說到5點 我現在還在想 可以引發很多編劇 是啊 我明天就寫過這樣的故事 好 看看你有什麼展開 是啊 今晚多謝阿卡 不要這麼說 大家好玩最重要 是啊 真的太瘋了 原來最後這裡才是 是啊 關於命格的故事 你說我的癮線是否保得好 厲害 好啦 我們今個星期 多謝阿卡上來 不要這麼說 多謝各位觀眾收聽收睇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拜拜